就是來介紹一下就是今天這個工作坊 那麼今天這個工作坊主要就是會分享一個工具 是我們揪鬆開發的叫做揪幾家 那麼它是一個可以拿來做視訊會議的一個線上網站服務 它不需要安裝任何軟體 你只要有瀏覽器你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假如接下來大家有想要做一些線上會議需求的話 就可以考慮使用揪幾家 那麼先介紹一下什麼是線上揪鬆 那我只是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明天其實還有一場talk是線上揪鬆怎麼練成的 會有幾位線上揪鬆夥伴用更詳細的過程講一些 就是為什麼有線上揪鬆 然後各式各樣的工作是怎麼分配的 然後以及一些的心路歷程 所以今天是比較會focus在就是技術工具的使用上面 那線上揪鬆就是因為我想先請問一下 有參加過實體大鬆GIV大鬆的人可以舉個手嗎 好 謝謝 那有參加今年初的線上大鬆的人可以舉個手嗎 蠻多人的 謝謝 對 就是因為過去GIV從2012年到現在 每一年 每兩個月就會有一次大黑客鬆 然後但是今年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黑客鬆可能沒有辦法變實體了 所以就是那時候揪鬆團就是第一次 試著要辦一個線上的黑客鬆 那也就是受惠於過去GIV有非常非常多的 線上協作的一些工具服務 所以其實那時候辦線上還辦得蠻順利的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組成 在揪鬆團這邊組成另一個工作小組叫做線上揪鬆 那主要就是幫忙解決說 我假如想要在線上辦黑客鬆的話 那麼我要怎麼去辦 我們希望把這個經驗 我們把工具開圓然後把經驗留下來 讓大家可以使用 所以就出現了線上揪鬆 那我們主要使用的工具就是GZ這個工具 那GZ這個工具為什麼會使用它呢 我們會使用GZ這個工具其實有很多原因 一個就是這邊有列了幾個原因 那首先它是開圓的 這是GIV社群最追求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用的東西都是開圓的 讓大家可以很自由的修改 自由的架設可以使用 那它的程式碼是Apache Usses的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想要修改它 想要拿來客製的話 它其實都是蠻容易的 而且其實它的程式碼就是不只是核心有開圓 它還包含它的就是怎麼樣去借接它這件事情 也是非常的就是開圓的非常的詳細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會介紹一些就是 我怎麼我們線上揪鬆怎麼去利用它的開圓 就是去使用它 那再來就是它自駕非常非常的容易 像是它自駕這邊有個文件 你知道的文件有個步驟做 然後你可能用Amazon的一台T1 Micro就是最便宜的機器 就是可以到一年免費 然後一年後每個月是300塊台幣的機器 就可以跑得起來了 那像這個 這個網址是 就是官方的GZ 就GZ官方提供的讓大家可以使用的 那這個是之前 唐鳳他的辦公室 PITIS辦公室 他們自己架的 那目前很多行政院內都是用這個 在做就是視訊會議 那這個是揪鬆自己架的 就是我們在今年就是線上揪鬆 有需要一些黑客送啊 或者是需要線上會議室 我們都是使用這個 所以你只要架了後 然後你就可以 你就有自己的董 你有自己的董妹 你架好GZ 你就可以做好一個線上會議室了 那它開房間也非常容易 它開房間的規則其實就是 剛剛前面有列了三個 就是三個不同的GZ平台 那你只要後面加上一串英文字 那這英文字就是房間名稱 那這個房間就開好了 然後你把這個網址給別人 別人就可以直接進來了 那別人不需要註冊任何帳號密碼 大家就可以進來聊天了 所以例如說我進來這個 Hello World聊天室 然後我就直接 它進去會要問你的名字 我就給一下我的名字 然後這樣就加入了 所以不需要註冊帳號 然後目前有 因為我這個名字是太簡單的 一個Hello World 所以裡面也有其他人在裡面測試 所以就剛好給他打個招呼 Hello 好 關掉 對 所以它開房間非常非常方便 然後另外就是它現在有一個功能 就是如果你到它的首頁 它的首頁就會有一個那個 名字的隨機產生器這個地方 就看它名字會一直變 一直變 就如果你想不到你要取什麼名字的話 你就用它產生名字 你就start meeting 你就可以進到一個新的聊天室去了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好像這個有個bug就是說 如果很剛巧就是說 有兩個完全不認識很遠的人 但是好像在0.0001秒以內同時開個拘集 那有可能他們那時候產生的那個名字是一樣的 然後這兩個完全不認識的人 就有可能碰在同個聊天室裡面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要安全一點 頭好亂 如果你要安全一點的話 你就是它隨機產生的名字 你後面可能再打一串字 就譬如再隨便打一些數字 這樣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 那再來是 它有APP 而且它的APP是可以支援所有的就是自駕的 所以你自駕的話 你不需要去自己再另外開發APP 你用它的既有APP 就可以連到你要自駕的GZ去 好 所以大概上面就是一些 為什麼我們會使用GZ GZ的好處的介紹 那再來就是講說 那線上揪鬆 過去用了GZ做了些什麼事情 那首先第一個 這是我自己個人覺得很好玩的東西 就是說它是一個線上的2D RPG 然後但它後面的核心就是GZ 所以現在我可以看到這邊這個聊天室 然後我現在可以join 然後我可以打開我的camera Hello 然後這個已經是一個GZ聊天室 我只是把GZ GZ聊天室原來預設它是一個 就是我們傳統的那種視訊會議的界面 但是這邊我把它轉換成一個2D RPG的界面 所以假如我再開另外一個視窗 然後我可以 就是可以跟另外一個人互動 這時候我就看到了 對 就是可以跟它互動 那會 剛剛會有回應是因為就是 我們開了兩個同一個聊天室 就是造成我的聲音進去又從喇叭出來 又再進去會有回應 這是在做視訊會議時很常會遇到的意外 所以就是要建議說 假如要做視訊會議的話 要你注意就是 在同一個空間內 絕對不要兩個人同時打開麥克風 這個是要注意的事情 好 所以2D秋松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應用 那後來2D秋松有被運用在另外一個 就比較遺憾的一個情境 就是陳盛惟老師的告別式 就陳盛惟老師是一位一直很支持 開放 就是開源社群 很支持GINV社群的一位老師 那他今年很遺憾的離開了 那那個時候 我們就有把這個2D秋松 就是改寫成一個線上追思會 讓大家可以再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沒有辦法屍體聚集 所以我們就在線上追思會上面一起追思 一起碾箱這樣子 所以目前陳盛惟也在這個裡面 那後來就是經過2D秋松這樣子 大概了解了這個GZ怎麼運作之後 然後後來就開始 就做一個線上的大松 那這個線上大松 其實本來最早並沒有要做成一個 包容GZ的線上大松平台 其實他本來要做的 只要做一件事就是自我介紹 就是每一個人可以錄三個關鍵字 然後上傳自己的頭像 那時候只想做這件事 所以那個Ripple名字 我們到現在都沒改 它是GNV Intro 就是一個自我介紹而已 只是後來就是越包越大 後來把視訊會議都包進去了 所以那個時候裡面就是有 把整個大松流程包進去 就是你有提案的人 你就會有個自己的提案聊天室 進去裡面就可以同時看著共筆 然後同時聊天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我們用GZ做的一個應用 那後來就是 因為那時候線上大松 算的辦得還滿成功的 那後來就有一些單位 就來跟GZ洽洽談說 其實我們也想辦一些線上活動 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麼是否能夠就是幫忙 就是技術資源 那那個時候是AIT 他們有一個VGCTF的一個線上會議 這會議本來就是由世界各國一起 來討論說一些 譬如說對防疫或對各種社會問題 的一個實體會議 但因為疫情關係沒有辦法舉行 所以就找了GZ洽洽來說 希望能夠協助 那GZ洽洽那個時候也是為了幫忙這個會議的時候 就開發了一個叫做分割畫面小幫手1.0 那什麼叫分割畫面小幫手呢 那它其實後面也是GZ 就是說例如說這邊 這邊我有一個GZ的網址 我進去裡面 我們是Demo1 Demo1 Demo1 G0V Demo1 G0V Demo1 好我這邊有準備一個 就是G0V Demo1這個聊天室 裡面我們已經放了幾隻機器人 所以這也是等一下我們工作坊的時候 大家可以練習的時候 可以去試的進來房間 那我先讓大家看這個房間 現在長什麼樣子 這個房間目前有三隻機器人 然後三隻機器人就是會輪播一些影片 就讓你看到它有在動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進來實驗一下 所以這房間現在有四個人 那麼分割畫面小幫手做的事情就是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輸入房間名稱進去go之後 然後再來就是它會告訴你說 這房間現在有這些人 那你可以選擇說我想要跳出一個視窗來 譬如說我想要顯示User2 然後我想要跳出視窗 那這時候它這個地方 就可以幫你把User2這個人的影像 獨立的挖出來 那你這邊也可以隨時去替換 換成User3 這邊就變成User3了 上面 換成User3 它這邊就變成User3了 那這個我們當作做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們想要搭配一個軟體 叫做OBS 那麼OBS它是一個可以就是做 把畫面推送到YouTube 會推動到各種串流平台的一個軟體 它也是開源的 它也是開源的 然後我們只要就是做好一個 下一張同影片 對像是OBS軟體界面大概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只要做好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會議底圖 然後我們這個底圖可能挖空了幾個區塊 然後幾個區塊是黑色的 然後我們在這邊可以新增加影片圖層 然後這影片圖層就是白志余 白志余 白志余 只要加上幾個影片圖層 然後這些圖層就是抓自於分割畫面小幫手跳出來的畫面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好一個很客製化的一個 你自己想要見面的一個會議見面 你就不需要受限於那個會議軟體原生的 預設的那種見面了 所以這就是分割畫面小幫手 一點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它就是很單純就這樣子而已 不好意思遇到一點技術問題 處理一下 OK 所以剛剛講的就是分割畫面小幫手1.0的功用 是這樣子的 那它很單純就是一個跳出視窗 然後擷取然後搭配OBS 那後來我們就是 後來又有總統府那邊找到揪鬆 就是說他們現在要辦總統黑客鬆 然後他們希望的是 就是內容不要被推到YouTube去 他們希望是在那個就是 是在他們的那個黑客鬆現場裡面才能看到 然後並且他們有一些就是互動式的一些需求 那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後來就想說 一樣我們是用GZ base 然後我們那時候GZ是放在那個場地的內網裡面 然後但是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要開發另外一個就是 分割畫面小幫手2.0 那這2.0就是更經濟的就是 連整個頁面整個排版都做在網站裡面 然後整個會議的需求都做在裡面 那像我這邊播一下影片來示範一下當時做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也可以邊播影片邊說明一下 像我們當時的需求是說 在那個大會議室裡面會有一個大螢幕 然後大螢幕的右邊會有一個小螢幕 然後小螢幕會有24個團隊他們的那個畫面 當時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採用分艙分流 就是24個團隊分艙在24個不同的會議室 然後24個會議室都會有攝影機 然後他們要在 然後他們的主講人一個人會來總統旁邊 跟總統講說他們這一隊要做什麼提案 然後他們的隊員也會寫在這裡 那因為公務員很喜歡就有什麼小隊呼之類的 所以他們有時候也會cue一下說 就是這個他們的隊長 會去cue他們在會議室裡面的團員 所以我們一起來一個小隊呼然後念一念 那這個目前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我們用分艙畫面小幫手2.0做的 就是我們可以排版說 譬如現在這邊顯示是投影片 然後可以透過一些按鈕去控制說 我們現在譬如這個畫面放大這個畫面縮小 然後甚至有一些互動性 然後這個就是分艙畫面小幫手2.0在做的事情 好那 其實更多的就是線上揪鬆的一些經驗分享 我們這邊有個共筆 共筆裡面其實有列過去一些我們 譬如說音量要怎麼控制 然後假如要控場要怎麼注意的 就是很多我們都記錄在裡面 那今天我就這邊不會多說了 那明天還有一個下午2點15到3點 有一個線上交通怎麼練成的 所以想要聽一些經驗談的話 其實明天也可以參加這個部分 那麼我們就回到今天工作坊重點 那我們覺得就是分割畫面小幫手2.0這個名字 就是取得有點太 因為它本來是分割畫面小幫手1.0改的 但是後來發現它的功能不只是分割畫面而已 就是它已經是可以有個完整的一個 線上會議的功能了 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想另外取個名字 那我們想了半天想了名字後 後來決定取名叫揪幾家 揪幾家的意思就取自於它是揪鬆的GZ的plus版 就是揪鬆GZ Plus 簡稱揪幾家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來教大家一下 就是假如大家想要用 像我們剛剛展示的那個總統黑客送一樣 你想要辦一個視訊會議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使用揪幾家 那我接下來把時間交給任翔 好 大家好 我是揪鬆團的任翔 那接下來就讓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揪幾家的部分 那揪幾家的網址 揪幾家的網址 我們等一下再貼出來給大家 因為等一下會讓大家就是一起來 可以實作實際操作一下 試用一下這樣子 那不過還是提醒一下 就是這個部分目前只有電腦版 就是手機版還沒有辦法做相關操作 好 那揪幾家的介面 首先 在揪幾家的網站進去之後 我們現在是掛在gear下面 所以等一下 Ronny會給一下那個網址 那首先進去之後會先看到這樣子一個介面 那這個介面就是很感謝 就是也是由GNV社群的貢獻者 在我們之前辦小學校的黑客松的時候 就是幫我們設計的UIUX這樣子 好 那首先就會看到這樣子一個介面 那它就會讓你輸入一個會議室的網址 那會議室的網址我們今天有設兩個demo 剛剛Ronny有提到 我們最後會再給大家 然後可以設定一個密碼 然後可以設定你要進去這個會議室的 這個身份的一個機器人的名字 好 稍等一下 好 網址是這一個 是GNV的GeekHub的IO 然後GTC一槓Screen PairScreen 後面其實可以不用打沒關係 就是GTC一槓Screen 這樣子 給大家一點時間 好 好 好 那剛剛講到這邊 就是可以設定機器人名字 然後 設定完機器人名字 按下開始使用之後 就會進到這樣子一個畫面 那 基本上 整個畫面 就是大概區分為 就是中間的預覽區 然後右邊的場景設定 場景和畫面設定區 然後左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比較是 網址的設定的部分 那 在最右上 上角的第一塊就是 我們的場景模板的部分 那 在預設的情況下 我們有寫好 三個不一樣的場景模板 我等一下會點給大家看 那 這個部分 所有的場景模板 都是用HTML和JavaScript 就是寫的 所以 如果有比較熟悉 就是網頁前端的部分的話 就是可以把它做得更漂亮 這樣子 那當然就可以加上很多 比如說像可以把 Ronnie剛剛有提到那種2D Online Chat 那樣子的東西都可以加進來 那下一個部分是 剛剛有提到就是 就是在點選 點選了其中一個場景的模板之後 就會出現在預覽這邊 那出現在預覽這邊之後 上面有個按鈕 可以直接讓你編輯HTML 或CSS 然後下面可以設定 就是你要預覽的那個畫面尺寸 那 這個預覽畫面尺寸 之所以可以設定是因為 為了要讓OBS在擷取的時候 就是可以有一個 比較正確的畫面尺寸這樣 那 在設定完之後呢 按下右邊的按鈕 新增預覽之列表之後 它就會跑到下面去 那 在下面這邊 大家就會跑到下面之後 右邊的中間 就是畫面設定的部分 它就會變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可以設定詳細內容的地方 那 如果你的畫面裡面 就是你設定的這個場景畫面裡面 是有 video的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video tag 就是影像的 影像的區塊的話 它就會自動抓出來 在右邊 就是那個user1的地方 讓你選 就讓你選說 今天在這個video tag裡面 是要放 哪一個 會議室裡的成員 這樣子 好 那 因為功能真的 真的 操作上面滿多 東西的 所以就直接 就直接 我就直接 直接做live demo 好 那我們今天的 那 欸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好 那 大家可以 如果要用的話 可以用這兩個網址 就是 meet- 點擊gc 然後後面是 g0v-demo1 或 g0v-demo2 這樣子 因為裡面已經有放好三隻 就是在播 GIF的機器人 好 那我這邊就進 g0v-demo-demo-1 然後 board name 我叫 jogc plus online 好了 這樣 好 那這樣就進來了 然後進來之後 剛剛 沒有提到的是 左邊這邊 左邊這邊會有個按鈕 點下去之後 可以看到就是 會議室裡面的詳細狀況 那就可以看到現在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 其他人加進來這樣子 那我是第一個 我是這一個 然後有user123 有roni 然後對 還有一些其他朋友 那在這邊 這邊提一下就是 呃 就是這邊點了 可以直接跳 就是 給你一個超連結 可以讓你方便的 進到原生的gc的畫面 因為我們這邊等於是一個 非原生的gc畫面 但有時候為了控制方便 就是我們還是會 還是會進到原生gc 這樣 那viewerURL等一下再講 然後board name 就剛剛提到 這邊可以再做設定 好 所以譬如說我現在 呃 我要一個單人全螢幕的模板 點了之後就會跳出來 這樣一個單人全螢幕的模板 然後點這個符號 就可以 這邊你就可以直接編寫html 那像現在放好是 呃 有一個video的box 然後在video box裡面 有一個username的tag 那這個username tag 是我們先加上去的功能 就是他會 他會自動把 你所選擇的那個使用者 填入到這個username這個tag裡面 這樣 所以現在會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就是當我按下 新增預覽列表之後 這邊現在是空白的 但是我可以選擇一個 好譬如說選擇username 1 沒出現 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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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個他們的cam 不知道為什麼 就我們的機器人壞掉 好我先不管他 那在這邊你也可以 開啟你自己的畫面 這樣子 譬如說我可以開 現在上面是不是有開 好 譬如說你可以開你自己的webcam 這樣子 然後你這邊可以選你自己 選me 好他就出現了 然後就是左下角這邊是 那個name tag 可是jogcplusonline就是我 然後畫面就是我所選擇的畫面 所以現在如果有第二個人 有沒有其他人有開私訊的啊 有沒有人可以開個私訊鏡頭 讓我試一下 沒有耶 什麼 感覺 好 好感覺有點問題 我們要貼在這裡 我們要貼在這裡 可是剛剛已經承認這樣做 呵呵呵 大家稍等一下 這就是live demo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 可是 我會不會貼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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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貼在這裡 好 剛剛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好 OK 好 好 好 所以就是如果選user1 現在user2 就看到他的GIF 然後還有他的名字這樣 那當然也在這邊你也可以 我們預設好的模板 除了這個單人全螢幕的模板之外 也可以就是我們還做了一個4格的分割畫面 就是你可以放4個人 或者是他會自動選擇 那自動選擇 目前是做到最多16人 所以如果我現在開了一個自動選擇 他應該會把裡面的人全部列出來 好 好 OK 好 回縮 那個聲音回收 好 好 好 所以 所以如果 如果我說 就是 譬如說你現在你只要兩個人的話 你也可以 就用4分割畫面 然後把兩個刪掉 當然也可以就不要選 這樣子 比如說4個分割畫面 4個分割畫面 他右邊這邊就會出現 4個下拉選單給你選 那你就可以選說 譬如說我的 User1 要放User1 左上角這格就是User1 然後第二個是Ro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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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在V 這個在V 好 好 那 比如說User1 然後User2 User3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到目前這邊大概就是 究極家的一個基本的使用方法 那 額外的 其他其他比較重要的功能 有一個是彈出視窗 就是大家可能會發現說 呃 剛剛有提到的分割畫面小幫手1 分割畫面小幫手1 分割畫面小幫手1 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它會把一個視窗彈出來 然後讓你的 就讓你開OBS去結那個視窗 那同樣在分割畫面小幫手2 呃 現在叫究極家 就是 也是有這個功能 就在這邊點選彈出視窗 它就會彈出來 然後也是可以用OBS去結這個 不過就是我們前陣子發現那個 在Windows和Mac 就有一個不同狀態是 呃 在Windows底下 你只要 你只要這一個 就是它彈出來這個分頁 被其他分頁蓋住 比如說像這樣 就是被其他分頁蓋住之後 其實它就 它就會黑掉 它在OBS面就會黑掉 所以你就只能想辦法讓它 讓這個畫面不會被蓋住這樣 那在Mac好像沒有 目前好像沒有發生這個狀況 然後講到相容性的問題就是 因為GC它官方是使用 呃比較是偏向用Chrome來開發 所以目前 呃比較能夠正常運作就是Chrome 還有Microsoft Edge 因為Edge也是Chrome 現在也是Chrome Base 這樣子 好 那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就是後來 呃就是在總統被黑客鬆的時候 我們有使用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Viewer的部分 因為我們為了能夠讓在不同地方的 就是剛剛有提到有24間嘛 24間會議室分艙分流 然後為了要讓24間會議室裡面的投影機 都能看到同一個我們想給他們看的畫面 可是又不能用YouTube 因為用YouTube就是或Facebook會有延遲 所以為了要能夠讓他們看到同一個畫面 所以就就有有開發了一個 就是搭配的一個Viewer的功能 那在這邊就有個Viewer URL 就是點左上角的按鈕之後 這邊就可以複製一個Viewer URL 然後把這個Viewer的網址到 你可以給給其他人 那我現在就在同台電腦裡面demo 然後希望不會爆炸 好 那在Viewer的這個 這一個 打開Viewer這個網址之後呢 就一樣第一個 第一欄就是填 第一欄它預設就會幫你代入好 就是你的那個會議室的名字 然後如果有設密碼的話 這邊就key密碼 然後你的名字 那現在假設我是user user 像 這樣 enter 好 這樣就連上了 然後它這邊就會出現一個站無畫面 那出現站無畫面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 揪幾家的中控台 就是這個中控台這邊 現在沒有推任何畫面出去 那要怎麼推畫面出去 就是在畫面設定的這邊 有個按鈕是推送 今天我設定好這邊的畫面之後 我只要按下推送 它就會把 我現在設定好 這個預覽畫面推出去 所以 這個 這邊 這個另外 假設這是另外一台電腦 那它就會看到 相對應用的畫面 那 這個功能 呃 在同樣的 在另外一邊 如果 呃 就是Viewer部分 也可以把它的畫面 或是它的聲音打開 讓 讓 讓 就是讓中控台 揪幾家這邊去做擷取 比如說 我這邊把 呃 前鏡頭打開 有 有 好 我這邊把前鏡頭打開之後 我在中控台這邊就可以選到 好 剛剛我是User Sean 我的前鏡頭 前鏡頭在這 前鏡頭就出現在畫面上了 這樣子 好 那 呃 功能介紹就到這邊 那我們 呃 我們就是 因為小學校的這個計畫 就是 九松團小學校的計畫 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在思考說 這個 這個功能它除了最早 就是設計拿來做 呃 直播 拿來做 線上黑客松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用處 那我們馬上就想到說 欸 其實我們的這個 究極家這個軟體 它跟 就是 大家都有 就是大家在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如果有電腦教室 電腦教室裡面不是都會有一台那個 控制台 就是老師可以去按 可以去切換說 我今天要看哪一個學生的畫面 或者是我今天要把哪一個學生的畫面 投出來 或是我要把 老師自己的電腦畫面投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就發現好像是同一個東西 所以 其實在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是可以 就是 究極家這個東西 它是可以直接做為一個 就是 線上的教學的平台來做使用的 譬如說今天 今天假設我們假設 user123是學生好了 那今天老師如果只想 就是老師今天在上課的時候 老師可以設定一個 單人的全螢幕畫面 然後畫面這邊可以使用它的螢幕分享 那他當然可以分享說 有沒有其他分野 隨便分享一個 他就可以分享一個 他想要給學生看的畫面之後 然後在這邊選他自己 這樣這個畫面 然後把它推送出去 這樣子在遠處的學生們 他們只要進到相對應的網址 就可以看到就是老師要讓他們看的畫面 那同樣的因為學生這邊 他們 就是老師可以要求學生把他們的視訊鏡頭 還有他們的聲音打開 這樣子老師也可以在 就是 比如說在 這個 就是自動增加多人的這個情況下 去 可以去看到學生的一個 就是所有學生的一個狀況 這樣子 就是他可以作為一個 線上教學平台使用 好像這樣 所以就讓大家可以試玩看看 那 因為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 線上的 軟體 那我們是用 GPL GMS 開源 BSD License 就是開源釋出 所以大家就是有 任何 就是有使用自由 有修改自由 這樣子 所以 就是歡迎大家就是試用看看 那 有任何問題就是都可以 都可以 詢問我們 這樣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可能就是讓大家 假如帶筆電的朋友們 就可以試的登入 然後試的譬如說 開示範跟畫面 開會議室 然後推送出去給別人看看 然後透過這樣的練習 那如果遇到任何問題 就可以隨時舉手 那我們兩個可以去幫忙看 遇到了什麼問題 那如果我們發現 其實這個問題 可能很多人都會遇到 那我們也可以拿著麥克風 當下再跟大家講 就是說 可能有人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大家避免遇到一樣的 那這樣子就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 好好的了解這個工具 然後進而就是之後 可以在更多場域 可以使用這樣的工具 所以如果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可以 我們換回 對 就是目前就是有 九幾家王子在這裡 然後以及有兩個 可以測試用的聊天室 可以讓大家就是 可以登入練習 那如果 或者是大家隨時有任何問題 就是 可能也不是操作上問題 而是說想要 視訊會議上 有什麼 想法或問題 想要問的話 也都可以歡迎 隨時可以舉手發問 或者是有沒有人現在 有問題想直接問的 好 slido有沒有 有 同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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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先看一下slido 或者是有沒有人 想要舉手 欸不 我們現在不能舉手發問 因為疫情的關係 同一動slido 對 有人問說我們要再把這些功能推回去給GZ 其實會想要 對啊 但是也是希望說有多一點就是使用情境 然後像 因為我們過去也只有總統輩用過 那麼能不能有一些更廣泛的情境能使用 所以也是為什麼我們想要在這一次 就是 開這一個工作坊 所以有人有任何問題想法 或者是想像也都可以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就是進入到就是練習實作部分 大家可以試試看就是 進到那個 究極家 然後進到聊天室 然後試試看做一下畫面切換 會不會就是在操作之後就會有一些想像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讓大家可以自行練習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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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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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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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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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感谢观看